梁显堂基金会为了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邀请职能治疗师到果信乡 办理亲子公玩公学的活动 希望透过一些小游戏互动 来训练孩子们的专注力 并且也让家政们来学习 如何引导孩子们 整进亲子之间的情感 那我今天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 陈云南老师的专注力活动 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呢 其实今天会来参加的家长 我觉得你们非常棒哦 一定是对于孩子的成长的身心发展 有很大的关注 然后很关心孩子才会来参加 相信家长一定会想说 我们要怎么帮孩子收心呢 孩子没有办法好好的做的话 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就邀请了 我们的专业的职能治疗师 陈云南老师来到现场 然后跟大家互动 就是如何透过简单的游戏 然后透过简单的正向言语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孩子一起互动 一起玩 然后达到快乐正向学习 然后孩子又有办法专注的游戏 县议员陈云军也到现场参加 陈云南职能治疗师的讲座 陈云原表示 透过陈老师的解说 也解决许多家长的迷失 有许多的家长认为 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 有可能是其他因素的影响 也需要家长及学校来关心 相信透过这样的讲座 可以给予家长许多的帮助 比如说家长有时候可能会认为说 孩子不够专心 那导致于就是功课退步很多 那事实上呢 透过老师的讲解 我们就知道 有可能是因为孩子在学校受了一些挫折 或者甚至他被霸凌 或者呢 在家庭当中出现了一些兄弟之间的 或者是姐妹之间不好的一个互动 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孩子 那所以在专业的领域方面呢 老师他有他的角度 我觉得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讲座呢 可以给家长很多的帮助 副委员派一权肯定 梁显堂基金会在国庆乡办理 亲职讲座的用心 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亲职讲座课程 能够在国庆乡办理 帮助国庆乡的孩子们 有更健全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 国庆乡采访报道